前幕有国家医保局人设部公布完整版的 2019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关于新版的药品目录 究竟与以往有哪些不同 医保究竟能保些什么 这些问题呢 一是成了老百姓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 本期的理财课堂 咱们一块去了解一下 新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 目录已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实施 新版目录中 甲类药品数量适当增加 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其中包括70个新增谈判药品 药品降幅高达60.7% 相当于打4折 老百姓用药能获得哪些实惠 根据相关部门数据显示 此次纳入医保的进口药品 基本都是全球最低价 这将成为所有患者的福音 在此次谈判中 使得患者个人负担减少80%以上 个别药品负担下降在95%以上 其中三种饼干治疗用药 价格平均降幅在85%以上 肿瘤 糖尿病等治疗用药 价格平均降幅在65%左右 使得富贵药开出了平平价 简单的来说 就是我们可以用全球最低的价格 使用到最好的药物治疗 医保能给我们保什么 医保是国家提供的一项基础医疗福利 在武汉它包括城镇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 他们的保障范围大致相同 主要包括第一方面 社保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 比如生病治疗的门诊和住院费 第二方面重镇门诊费用 只是这两者的报销比例有所不同 职工医保的略高 商业医疗保险与医保的不同点 不过医保也不是万能的 医保有四部分的费用不能报销 第一个不能报销的部分叫起付线 比如住院会根据医院的等级 设置200到800元的起付线 这就意味着这200到800元的费用 是需要我们个人承担的 第二个 医保报销的比例在60%到92%之间 剩余部分由个人承担 第三部分其实也是往往我们花钱最多的地方 就是自费药和自费项目 这是需要完全个人承担的 最后一部分是每年医保报销都有上限 目前武汉市大病医疗最高支付额度是30万元 有了医保还需要购买商业保险吗 在这里我们就要聊到商业保险了 也很常见 那如果没有配置商业保险 很多家庭会因为经济问题 放弃到最好的治疗方案 而且商业保险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昂贵 当我们出现重疾险风险以后 除了医疗费用外 我们还将面临无法工作 失去收入的窘境 商业保险此时可以补偿我们的收入损失 当我们达到重疾险的理赔条件以后 保险公司会一次性将理赔金打入到我们的账户中 这笔钱是由我们自由支配的 总之商业保险和医保是相互补充的 建议在医保的基础上